9. 東方日報 有錢請律師就不用叫法官橫前無葉看 涉噴圖法院門牆准保釋 2015年7月4日 港文A22 本報信 金鐘高等法院 金鐘政府合署及灣仔區域法院 今年4月租人以藍色噴漆 在多處長壁上噴上橫前兩隻大字 警方其後根據閉路電視線索拘捕一名六巡無葉看 案件作在東區法院提堂 被告否認三項刑事委壞罪 並聲稱 莫德勒咯!有什麼損毀 但裁判官返問 如果有人相A 家企大門寫字你會怎樣? 驗准他保釋至下月18日開審 被告陳天芳涉嫌法院長壁圖鴉而被控 68歲被告陳天芳 被控於今年4月22日 在灣仔政府大樓小額前債審財署的12、15、17、18及43號法庭外 金鐘政府合署25樓的法律援助署外及金鐘高等法院的32、44及45庭外 無合法辯解而損毀屬於香港政府的門及牆 清真入罪賠款認為法官不公被告作沒有律師代表 裁判官向他查詢審訊時會否請律師 被告回應,有錢搶律師就不用叫法官還錢啦 被告在庭外表示,自己早年因為一中九分被判入罪要賠款 他認為法官判決不公,故事法後一直抗爭想取回公道 案件去編號 ESCC-2052-2015